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继续《八句经》 今天我们继续读上星期未讲完的那些 我们继续《八句经》 《八句经》 《密伐于树林,从玉林生报,当脱玉绸林》 《八句经》 《八句经》 《智者持戒律,通达涅槃路,迅速令清正》 《八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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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句经经》 《八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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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刻,如果你看到一些印度的魚騎 他們做的動作,單腳獨立可以期很久 這不僅是身體要很平衡 但心是要好好、安靜才能做到這件事 實在是通過身體的訓練、心的訓練 提供它的意識、心的提升 希望發揮它本有潛在的潛能 不是要找到外面的東西,而是潛在的潛能 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修行方法 在佛陀時,有很多魚騎士的Yogi 也有很多是聖者 所以在佛陀時,一直到現在 都會用魚騎這個詞代表修定的人 修定的人發展,然後去發展智慧 這個魚騎士也要在生活上遵守戒律 不會說殺生偷盜、邪人妄語 他們對自己的道德觀念的要求很高 他們對自己的頭腦也希望在事上 都會維持一個很清醒、光明的狀態 因為他們想和宇宙匯合 宇宙的匯合就是清醒、光明 所以這個魚騎士、魚騎士的修行 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聽過,譬如說 《魚騎經》 這些全部都是古老的時代 一直流轉下來 所以在這兩個字裡 我隨便解釋給大家 讓大家清楚明白些 什麼叫做魚騎 由魚騎生子 由你把身心靜下來 栽培身心的專注的時候 慢慢的煩惱會清理 清理之後會生起一種智慧 沒有魚騎就沒有了,沒有智慧 了知智道 如果我們明白這兩條路 和德與失 即是說明白了之後 我們不做,我們有失 明白了之後我們做,即是有德 我們就應該怎樣 我們當自、努力行 增長於智慧 我們就應該要勤力 佛陀為什麼會說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波斯拉、佛蒂娜 佛蒂娜是一個很資深的比丘 他不僅很明白佛陀說的法 而且他經常都去說法 去教導其他比丘 但是呢 一個人聰明就很容易有自負 很容易自負 看不起人了,自己高傲 佛陀很清楚他的弱點 希望怎樣? 希望改正他 希望引導他走上聖者之路 每次波斯拉來頂禮佛陀的時候 佛陀就跟他說 沒有用過波斯拉又來了 你想想 如果你是波斯拉 你聽到你的老師這樣說 你會怎樣想呢? 幾次聽到佛陀都這樣叫他 沒有用過波斯拉又來了 沒有用過波斯拉比丘又來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何佛陀會這樣叫他呢? 他不明白佛陀 為何會這樣叫他 因為他自己覺得 他對佛法已經認識很深 他也在善修道 也有一個很認真的修行 但雖然他沒有證得聖過 連初善都沒有 但是他很勤勵 但是他聽到佛陀叫他幾次 他的心心不焚 心心不焚 他就離開 他就離開 靜悄悄地離開了政團 離開了佛陀 去了社衛城很遠很遠的地方住 那裏有一個精寫 有很多比丘住在那裏 他首先去見一個最資深的比丘 我們可以說 如果用現代語言 或者中國佛教的傳統 就是去見住持法師 去見大和尚 去見大和尚 就很恭敬地 很謙卑地 就想請大和尚做他的導師 這個比丘 就說資深的比丘 就是大和尚 住持法師 就覺得 要這個波斯拉 能夠學得真正謙卑 就跟他說 不如介紹另一個比丘給你 介紹一個沒有大和尚 沒有住持法師 沒有資深比丘這麼厲害的比丘給他 第二資深的比丘擔當他 這個波斯拉又去見第二個資深 就是一級一級 去見到第二把交椅的法師 比丘 他同樣要求這位法師做他的導師 這位法師說 我介紹一位法師給你 他也很資深的 介紹第三把交椅 第三個資深的法師給他 經過很多次 一路輾轉一路輾轉 由最高那個 最資深的一路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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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什麼呢 去到介紹一個沙眉給他 沙眉就是學處沙眉 沙眉只是學東西而已 剛剛進來爭團的 學的沙眉 但是這個沙眉 實在已經是正在俄羅漢國 但是因為他在比丘 這個界納裡面是很年輕的意思 這個波斯拉 因為波斯拉不知道沙眉 已經正在俄羅漢國 因為他自己沒正過 他一定不知道對方正在俄羅漢國 正在俄羅漢國的人 就知道你沒正過 你沒正過就不知道別人正在俄羅漢國 你明白嗎 就等於讀小學的就不懂大學的東西 讀大學的多數都會懂小學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是真理解 波斯拉去到沙眉的時候 沙眉說 你肯不肯定 你可以很恭敬地 怎樣 跟著學法先 因為我是一個沙眉 波斯拉說 我會的我會的 我會很恭敬 她說如果你真的很恭敬 我才擔任你的道士 在沙眉的聖者裡 這個波斯拉就怎樣 真的很勤力 沙眉教她修攝陸筋 守住陸筋 然後她怎樣觀身 很精進地禪修 那佛陀就透過神通就知道 波斯拉就真的精進地禪修 就在她面前放肛 告訴她 你要堅定 你要努力 你要精進 發展自己更高更高的心靈境界 那波斯拉呢 見到佛陀放肛 亦都跟到一個這麼好的道士 自己怎樣 很努力精進 終於她很快就得到阿羅漢國 那你想想實在 所以你就說 在我們學法 我們修法 或者我們修行的路上 我們真的要有福報 找到一個好老師 如果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看不起這個老師的話 那你要自己想清楚 想清楚 你究竟是不如這個老師 還是你覺得這個老師不夠你 所以你不蝕他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他們 以前整本《法據經》 講的所有的庇佑 沒有他們那種大的福報 一 沒有他們的福報 能夠生於佛陀的時候 能夠親耳聽聞佛陀的法 親眼見佛陀這個聖者 一就是我們自己的善根不夠 我們善根不夠 這些全部都是善根善氣的 善根善氣的修行人 我們就是不要說中根下根下氣 都不知道有沒有根氣 都不知道有沒有根氣 所以我們要明白 如果我們在一個老師裡學到東西 和你覺得他教你的方法 尤其是視線法是對的 他就說你就要怎樣 有到堅持 不要懈怠 第二百八十三計 應佛玉籌林 密佛於樹林 從玉林生報 當脫玉籌林 這個他說 我們實在應該怎樣 我們應該去把那些欲望的籌林 籌林 欲籌林 欲望的好籌 即是好密的 好密的樹林 欲望即是好多欲望 的樹林怎樣 要怎樣 我們應該要撼佛它 要撼佛它 但是密佛於樹木 但是不要相及真真正正的樹木 從玉林不生報 欲望的樹林 欲望的樹林 只會帶來什麼 只會帶來恐怖 當玉脫囚林 我們應該要怎樣 我們應該要發心 發心要離開這個欲望的樹林 第二句 他說 男女欲絲絲 未斷心猶係 如飲與俗獨子 不離於無偶 他說 男女欲絲絲 即是等於怎樣 男女之間的情慾 糾纏 絲絲 即是束縛著 不會斷了 尾斷心 尾斷心 也沒有斷 內心還是被他綁著 如飲與俗獨子 就像牛 牛 牛仔 不能離開媽媽的 經常怎樣 經常跟著媽媽 經常喝媽媽的奶 這個就是 有五個年老的比丘 還有一位年老的女人 這五個比丘 她們以前是朋友 老友基 她們年紀大了 就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出家 實在都很好 如果大家好朋友 有這樣的心都很好 我們一起去出家 我記得我有些師兄弟 師兄弟 早兩年出家的師兄弟 他們就是這樣 我們當時在香港 做義工的時候 在香港 一間 政院 做義工的時候 有男生 有女生 那裏是女眾的道場 男生是做搬野的 我們當時有十幾個師兄弟 十幾個師兄弟 有幾個 就說要發心出家 一個兩個 其他人想想 我都想出家 終於 他們那年出家 他們是1990年出家 我當時親自上山 看他們出家 出家前很多事要準備 就要幫他們揹上去 大家不知道 有誰去過大嶼山寶林 大嶼山寶林 在寶蓮寺 走下去 沒有車 要走下去 什麼都要揹上去 那時候 那些勃勃車 那些農夫車 就不可以隨便 給我們用 是師父帶著和尚 是收路用的 或者是 跟大眾運菜 運大眾的菜 貢花貢果 豬魚草類 才會用農夫車 我們自己做私人事 就一定不可以用農夫車 除非年紀大 那些比丘 或者比丘 農夫車就會載他們 那些農夫車是不會坐的 抖到你的屁股 抖到你的屁股 因為它是農夫車 好像我們在剪草的拖拉車 後面有一個木箱 四個輪子 前面有一個車頭 遷到你的屁股 我們還有坐椅子 所有農夫車都只坐椅子 一個不留心 可能遷到外面都不定 沒有試過遷到外面的 那次我1990年 我的師兄弟 我叫他們為師兄 有男有女 是幾個男 一個男 我認識的 那時候 有整個 一二三四六七八 八個女眾 八個女眾 我都認識的 上去看他們出家 很開心 那種喜悅 我第一次看別人看到 1990年 看他們看到 整排十幾個 陣容多龐大 十幾個一起出家 1990年的時候 這十二個還是十三個 知道嗎 忘記了 十幾個 其中有些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 以前大家一起做義工 有些時候要做不眠不休的事 大家就是拍行檔照 想做事 沒有計較 沒有說我厲害 沒有說我做那些比你 我做文書 我比你厲害 去做搬書 就沒有這麼厲害 沒有這件事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說 五個朋友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大家攜手去出家 去出家了 去出家了 但是 他們就 因為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習慣怎樣 回到你家的村子 做托撥 那些村子 那些村子都認識他 一定會給好東西吃 其中五個老被休的妻子 太太 每天都煮好東西給他們 供約他們 不用休息 而且這個太太 煮的東西很好吃 所以他們很安心 所以他們 每天都回到他那裡 去托撥 有一天 老太太突然生病了 自且死了 五個老被休就很傷心 一來傷心 就是怎樣 其中一個是她的丈夫 一定會傷心 自己的妻子離開了 雖然說出家為被休者 還未斷肉 二就是 哎呀 沒有好東西吃了 是不是 你托撥沒有好東西吃了 尤其是吃慣了那些 沒有好東西吃了 一路就哭了 哭了就說 哎呀我們很不捨得你 你這麼好 經常供養我們 煮的東西又這麼好吃 佛陀見到了 佛陀聽到了 就跟他們說 哎呀你們 你們一定要明白 仇憂哀傷慾望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麼多仇憂和哀傷 就是因為你們 你們都還未能夠在這個 貪親癡裡面 跳脫出來 這個貪親癡就好像一個 大大的森林裡面 一邊什麼什麼麻麻的樹 什麼什麼麻麻的樹 如果你不斬斷它的話 你不將它砍伏下來的話 你就永無寧日了 自己 所以你要將那些 那些慾望的囚林 將它砍伏下來 即將它砍斷 這樣你才能夠怎樣 將心靈那種污垢 可以去除 所以佛陀還告訴他們 他們前世的故事 有一個前世 他們全部都是烏蛙 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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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將它拉走了 出去海裡 就死了 死了 那幾隻烏蛙 那五隻烏蛙 就想走出去追她 想拿自己緊有的嘴 爬回另外那隻老烏蛙 回來 那女的烏蛙 回來 但都爬不到 他們就在河邊 一邊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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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哭 所以佛陀說 你們已經前世是烏蛙 烏蛙 烏蛙 那時候是遇到這隻老女 烏蛙 就是這樣的原因 你今生 到老年你才可以出嫁 為什麼 你在年輕的時候 不知道要將這些囚林 將這些慾望的囚林 將它撼伏 到老年出嫁 連這個太太死了 你還是這樣 你們真的要很快 覺醒起來 將這些慾望的囚林 撼伏下來 將它所有的煩惱 撼伏下來 因為如果你不將這些 貪親癡的煩惱 撼伏下來的話 你永遠 永遠是怎樣 永遠是被他們束縛著 你永遠是埋在森林裡 變迷失 好了 第二八五解 自己斷除愛情 如以守折秋連 勤修直靜之道 善勢所說裂盆 自己斷除愛情 大家都知道 自己斷除這個 貪愛的情慾 如以守折秋連 好像拿起一朵蓮花 將它自己斷除去 勤修直靜之道 勤修直靜 直靜即是聖者所說的 聖者所說的一個法道 善勢所說裂盆 善勢即是 大家都知道善勢即是 應用佛陀 佛陀十號 十個名號中其中一個名號叫善勢 善勢世間解謀 善勢是條語丈夫 天人是佛世尊 善勢是其中一個佛陀的名號 善勢所說裂盆 佛陀所說的 所有的直靜 就是這個裂盆 有一個比丘 就是以前他爸爸 就是做打金的 在印度的時候做打金 他有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就認識了摄利弗 跟了摄利弗 就進去爭團出家 爭團出家 他得到摄利弗給他一個禪修的方法 就是觀不正 不正觀 他就去森林裡 就閃收 誰知道 覺得自己沒有進步 他幾次回去找射利弗 射利弗都進步 每一次都跟他指導他 他都不行 終於最後沒有辦法 射利弗說 那好吧 我們大家一起去見佛陀 佛陀知道這個年輕人 他爸爸是打金的 他說 實在 這個兒子 過去幾世都是這個金像的兒子 打金的人的兒子 佛陀就給了另外一個方法 他說 你不要觀不正 就是觀些厭惡的東西 不要觀了 他說 不如你開始一個輕鬆愉快的禪修 那裡開始吧 佛陀就運用神通 就做了一朵很漂亮的蓮花出來 做了一朵蓮花出來 所以他跟他講 你將蓮花種在精舍外面的泥土上面 不過這個年輕蓮佛很開心 因為看到蓮花 金色的蓮花 就種在外面 開始 集中的心念 就在那裡看蓮花 看著蓮花大 看著蓮花 一路一路長 一路一路長 很香 很香 終於心開始定 開始靜 那些障礙慢慢燒脆 內心就充滿著 很開心 很發氣 我們叫做發氣充滿 所以禪修一路一路進步 一路一路進步 終於就剩下了四禪 剩下了四禪之後 在這個時候 佛陀怎樣 佛陀利用這個神通 一刻間 將這個蓮花 怎樣 變成枯毀 全部倒閉 這個蓮香給我看到 剛剛這麼漂亮 這麼香的蓮花 為什麼會突然枯毀 借毀 枯毀 沒有味 炒毀 為什麼會這樣 他終於明白 明白這個蓮花 是因緣和合 明白這個蓮花 是因緣和合而出來的 亦都是怎樣 亦都是無常變化的 他不可以永恆都這麼漂亮 永恆都這麼香 他在那一刻看到這個蓮花 枯了 截了 他再進一步了解到佛陀講的什麼 苦、空和無我這幾個觀念 結果 當它的確定告訴佛陀 真正正地明白佛陀講的 苦、空、無我這個觀念 佛陀在那個時候 正巧ика 最 Kleら på 제下次 當然一個聖者在你面前出現的話 你什麼都聽 如果障礙已經消除了 聽的時候那一刻 那個法語好像漁木金爐 好像有金爐水和他洗澡 很開心 做了阿羅漢果 所以在這句話 我們再看清楚 我們只有自己才能去除我們的貪愛 記住我們的貪愛不只是物質上的東西 實在我們的貪愛有很多東西是貪愛的 無論我們是貪愛別人的讚嘆也好 那個也是貪愛 我們貪愛我們眼睛喜歡看美的東西也好 也是貪愛 如果我們看到我們心裡生起一種 或者心裡生起一種很舒服的感受 我們不想去離開 這個也是貪愛 如果心裡生起一種不舒服的感受 或者想起過去的情緒 或者一些不開心的事 心裡生起一種絕望也好 或者憂悲苦怒也好 我們自己開始怎樣 對他親恨 排斥 這個也是一種煩惱 所以那個貪親癡 不是因為外景 而是因為內部 而讓自己這些東西全都浮現出來 所以為什麼呢 要斷除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 這句話純粹是說過貪愛 你想想這個年輕人這麼貪愛那個蓮花 佛堂就在一刻就讓他看到 無上 也是因緣際會 OK 第二八六解 他說 雨季我住此 東下亦住此 此為如夫相 而不覺危險 他說落雨的這個季次 雨季我又住在這裏 冬天我又住在這裏 夏天我又住在這裏 如果我們經常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這就是愚蠢的人的想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這個無上 我們以為我們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都住在這裏 這個很安定 很安靜 很清淨的環境裏面 尤其是我們住在加拿大 或者美國那些地方 比較寬創 空氣又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覺得 真是好了 這裏多好 多安樂 又安靜 又清淨 尤其是現在 pandemic又不開放 又沒有人來 又我又不用去見人 真的以眼什麼都清淨了 你覺得很清淨 我就會一路住在這裏 冬季夏季 我也住在這裏 如果是這樣 經常這樣想 有一個愚蠢 愚蠢的人的想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無上 不疑不覺危險 哪個什麼危險 無上 這個變化 這個我們猜測不到的東西 隨時會出現的 這個無上 一出現的時候 怎樣 我們措手不及 好了 在這裏說說這個 摩康達 馬哈丹娜 馬哈丹娜 就是一個在菠蘿內 在菠蘿內的一個商人 有一次打算 在一個慶節的日子 去社衛城 去賣他的生意 所以他帶了很多紡織品 很多其他的商品就去了 誰知他未去到社衛城 去到社衛城附近的河邊 曾經落大雨 河水就高漲 漲得很高很高很高 沒有辦法過河 沒有辦法過河 他唯有在河的這邊等 一等就等了七天 等到他入到社衛城的時候 這個慶節的日子已經過了 他卻賣不了東西 帶這麼多絲綢 帶這麼多布 帶這麼多粒粒粒 他卻賣不了 但他又不想把這些 帶回這些商品 回到菠蘿內城 他想想 不如我在社衛城 多留幾天 把這些東西賣掉 雖然不是慶節日 也有人賣東西 或是便宜一點就賣掉 有一天佛陀剛入城 去托拔 看到摩科達勒 摩科達勒和他的商品 都放在攤上 笑一下就走了 柯蘭就問佛陀 佛陀 為何你見到這個人會笑 佛陀說 柯蘭 你看看這個商人 和他的貨物 生意人以為他能夠留在這個地方 他就可以把他的貨物賣掉 他都不知道 他的生命快要死 他的生命快要結束 佛陀說 今天應該要做的事 今天應該要做 不要等明天 每天我們都要帶著正念去活 每天我們都要精進 每天我們都要精力充沛 盡量怎樣 自己要少煩惱 我們才能真正正 擁有生命的價值 他不知道生命的危趣 柯蘭就把佛陀說給摩康達羅 柯蘭就跟摩康達羅說 你快點收吧 你快點收正念 快點去學習吧 那然後摩康達羅說 vraiment ほんな save 一連七天都請佛陀和比丘來應供 在第七天佛陀就跟他講了一個開示 在開示完 這個摩康達羅已經剩下初過 他跟佛陀的一段路之後 他就決定回家 回家的時候他就有很頭痛 很厲害的頭痛 在那個時候就在家中 就往生了死了 死了就去了哪裡 上去兜淑天 在佛陀講完法的時候 他在去臨死之前 佛陀跟他說法 他就告訴他要戒脫 要離苦得落 他聽完佛陀的說話 靜了果之後 當下死了 就拒了兜淑天 所以實在 我們需要那麼恐懼死亡呢 你想想 我們為什麼會怕死亡呢 因為我們不捨得 我們很多人都不捨得 不捨得自己的子女 不捨得自己的妻兒子女 丈夫等等 或者不捨得自己的錢財金銀等等 或者不捨得自己的地位名譽等等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有沒有去思考一下 我究竟 我們的生命在這一刻 我究竟是 真的為了什麼呢 當然 你們大家都是在家人 大家在家人 有自己在家裡的責任 但是責任歸責任 但是責任完了 譬如你說 小孩子小了 沒那麼快 責任完了 那不要緊 但是 一天那麼長 一天那麼長 你可不可以分些時間 讓自己好好去學習一下修行呢 如果你說你已經退休了 小孩子又大了 又已經出身了 或者自己可以自食其餘 就算他不自食其餘 他長大了 你都不應該再養他 那些啃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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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麼叫啃露族 就是吃爸爸媽媽那些 二十幾三十歲 還在家裡吃爸爸媽媽那些 爺爺阿公那些 六個人照顧一個人那些 那些啃露族 在中國叫啃露族 那些是怎樣 你只會怎樣 讓這些小孩子 讓這些小孩子 完全不想自立 不會自立 不會自立 不會獨立 那整天靠你 那你說如果一個小孩子 有病的 或者他真的長期需要照顧的 那些實在 都要有一個心要想 可能我會先走過去的 因為他是我兒子 正常來說 多數都是父母先走 都要好好安排到 這個後路是怎樣 如果我們走了 那這個小孩子怎樣 安排去什麼屋 空住呢 安排好的時候 自己怎樣 要花點時間 自己好好利用 餘生去好好學習修行 因為怎樣 人生難得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有人生 又可以學到佛法 是很大的福報 所以不要說 不要說 我等了 不要緊 我等一季 我等兩季 我等三季 我才去收 未必等得到 我不是就你 未必等得到 是事實來的 因為無常 所以佛陀說 應該怎樣 今天的事 我告訴大家 這個時候要做的事 這個時候好做 下個時候要做的事 下個時候好做 不要等到明天 OK 第二八八十七 他說 溺愛子與俗其人心或著 死神足將去 如暴流誰穿 他說 如果溺愛就是寵愛 自己的子女 或者你的家畜 其人心或著 被那種執著 貪愛綁著 死神足將去 如暴流誰穿 他說 這個死神 會將你捉走 怎樣 好像一條河 泛濫 將一條 躺著的村落 全部怎樣 淹沒 這條河 實在 這個故事 你們很多人都應該聽過 但是 有些今晚 新的朋友 有些很少聽 我再講這個故事一次 就是 我講 Kissakotami 這個中文字 實在很麻煩讀 吉利社區太美 Kissakotami 結婚很久 都沒有小孩 後來 終於生了一個兒子 很開心 很開心 誰知有一天 兒子幾歲 兒子就死了 兒子死了 中國人都經常說 白頭暈鬆 黑頭暈很淒涼 對嗎 Kissakotami 抱著兒子 就發電 收到去找人 就幫 幫他 怎樣 把兒子再復活 你幫我 我幫我 終於有人說 我們沒辦法幫你 不如找佛陀 他終於抱著兒子 去佛陀面前 佛陀 佛陀 智姐智姐 你有很大的威力 你有很大的神力 你把我的兒子翻生 我老來得子 我只有你的兒子 我只有你的兒子 我曾經聽過這些語言 因為輔導的人 很多時候 近這十年八年 家裡只有一個小孩 如果小孩出了什麼事 爸爸媽媽媽 全部都是傷心得不得了 佛陀說 Gottami 好 我可以幫你 她說 Gottami 很開心 佛陀終於幫我了 我的兒子有得救了 佛陀說 不是現在 但你要先做一些事 她說 我什麼都會做 當然 要救兒子 什麼都做 你說是嗎 她說 你出去醒來 你去幫我拿些芝麻 或者戒指花都可以 很多留言 都說不同的 一是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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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你拿些芝麻回來 我就會救你的兒子 Gottami 想一下 拿芝麻很容易 是不是 一定可以 在印度 每個人都用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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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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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問她 你一件事 Gottami 說 問什麼 她說 你問她的家 她的家人 有沒有死過 Gottami 舊子深切 她說 好好好 走 走 進去村落 逐家逐戶 挨家挨戶 敲門 就問 我的兒子 現在佛陀說 要我拿芝麻 拿芝麻 給他 我兒子 死了 現在佛陀說 願意救他 但有個條件 要我拿芝麻 給他 那 每個人都聽到 都很開心 很願意幫他 要救一個小孩 芝麻 算什麼 好啊 你要多少 你要一代 兩代 她說 不是 我想問你 你來家 你來家 你來家族 你來家 你來家族 你來家族 有沒有人死過 每個人都說 有啊 我媽媽死了 或者我爸死了 或者我弟弟死了 或者我媽媽死了 或者我太媽死了 或者我兒子死了 他媽媽死了 你來家族 由朝到晚 到晚上 到晚上 那天 他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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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可能的事 沒有可能的事 他回到佛陀 佛陀面前 告訴佛陀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原來死亡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不可能是不會發生的 佛陀說是 他說 Gottamiya 你猜真的只是你才會有家人離去嗎 所有人都曾經有家人離去過 我們身為眾生的 每一個眾生都會死 如果眾生死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的慾望都未能滿足 他就死了 所以你一定要捨離 這個悲傷 一定要精盡勇猛修行 Gottamiya 終於醒過來 跟隨佛陀去學習 有一天 他出了家 有一天 他在精細裏 點起一眼油燈 這一半的故事 你們未聽過 他點起一眼油燈 點起一眼油燈 他看著這眼油燈 突然有一陣風就吹過來 那間燈一亮的時候 房間很光亮 有個火 一吹過來 那間燈就熄了 整間房間就黑了 在那一刻 他突然醒悟 他突然有一種覺悟 覺悟那個是怎樣 生滅法 有生必有滅 有來必有去 他在那一刻 一醒悟有個生滅法 佛陀出現神通 出現在他面前 跟他說 跟他說 Gottami 你繼續在這個無常裡觀察 繼續觀察 這個世間 所有萬事萬物 一切法都是無常 直到那裡 他一直觀 直到他觀到 成正果 所以Gottami 在佛陀的時候 其中一個 成為大阿羅漢的人 所以 他從一個這麼苦的情況 入面 他在體通透了 他明白了 而他能夠從那個苦裡 如何 真正正正 真正正 跳脫 解脫 所以 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 Gottami那種智慧 我們沒有 但希望 聽到這些故事 能夠怎樣 能夠我們記得 將來如果遇境奉緣 我們碰到 不是說 就大家 家人會死 不是 我們每個家人都會走 我們小時候 家庭是大的 比如好像我家 六兄弟姊妹 我們一家八口 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越來越少 至少我家裡已經 沒有了 爸爸媽媽 沒有了哥哥 一家八口 現在只剩下五個 如果遲些 年紀大一些 又少一個 遲些又少一個 直到六兄弟姊妹都沒有了 很正常的事 很正常的事 但我們就是怎樣 因為我們那種情愛 那種對情愛的執著 我們接受不了 就等於 Gottami抱著兒子一樣 一味哭到天翻地覆 好了 第二八八解 二八八解 父子與親戚 莫能為救護 彼為死所制 非親族能救 面臨死亡時 父子與親戚都沒有辦法幫助 沒有辦法幫助 沒有辦法救助 實際 這個就是 等於 《地藏經》中說 《地藏經》中說 其路圖上父子至親其路也別 即是怎樣 走在死亡的路上 就算父與子那麼親 走的路也不同 如果我們怎樣 第二八九解 《了知此意義》 《智者持戒律》 《通達涅槃路》 《迅速令清淨》 他說明白這個事 明白這個事的真相 此意即是明白這件事的真相 即是這個意義 或者背後存在的真相 知者持戒律 有智者持戒律 從戒律開始修行 從道德觀念和道德上去修行 通達涅槃路 即是一路一路走 邁向解脫 迅速令清淨 令自己 越來煩惱越少 越來越煩惱越少 這個 大家也聽過 這個故事就是 Pattachara Pattachara比Gottami更苦 Pattachara 她嫁了一個丈夫 嫁了丈夫 到懷孕 第一個懷孕的時候 原來印度有種雜族 快生的時候 就要回娘家 不知道現在是否 不知道 那個時候是 這個Pattachara 想著回娘家 快生了 預備回娘家 那個丈夫跟她說 你不要回去了 你不要回去了 她說不行 我都要回去 回去了 去到一半 去到一半 就生了 都未回到娘家 就生了 終於抱了兒子 就回家 跟丈夫 那個丈夫 陪她回娘家 回家 回家 照著這個大的兒子 沒多久又懷孕了 沒多久又懷孕了 那又要回娘家 抱著大兒子 丈夫跟她說 不要走 不要去 在這裡生 Pattachara說 不要 我還是要回娘家 繼續回娘家 去到半途 去到半途 就下雨了 下雨的時候 她就去找地方避雨 她 怎麼知道她丈夫 就說 你等我一會 我去找個地方 怎麼知道 怎麼過了這麼久 都不見 她帶著兒子 帶著肚子 就去找個地方 找個丈夫 怎麼知道 她丈夫已經死了 丈夫被毒蛇咬死了 死了在河邊 她死了 就想 死了也沒辦法 但自己也要向前走 她帶著大兒子 一邊走一邊走 怎麼知道 走一邊又生了 抱著小兒子 兩個 一大一小 要過河 要回娘家 因為丈夫死了 不想回娘家 就想回娘家 抱著一個大 抱著一個 剛剛初生的 想過河 想一下 不行 一大一小 怎麼過河 就跟大兒子說 你先留在這裡 你留在這裡 我就把那個寶寶抱過去 你才過來 Pattachara 自己降水 就過了河 就把那個寶寶 就放在河另一邊 放在河另一邊 他就走 又回頭 走回頭 就想照顧大兒子 走到河中間 上面有隻大麻鷹 有隻大麻鷹 就下來 想擔個小兒子 擔個小兒子 擔個小兒子 Pattachara 看到大麻鷹 擔個小兒子 覺得我們人最容易的反應 就是 為什麼 那隻小兒子 一直在撥 想趕走一隻麻鷹 一定會這樣 那隻麻鷹 因為大隻 他在河邊 那大隻麻鷹 擔不擔不擔 他的兒子就走了 這個小兒子 他哥哥 在對面河 就看到媽媽 在河中間 一味入手 就以為叫他過來 那是怎樣 他就自己 踩到河那裡 就被河水沖走了 已經死了兩個兒子 死了兩個兒子 好了 他都傷心欲絕 都沒有辦法 自己又不能死 那他就過了一條河 就怎樣 過了一條河 就走回一條村 向一條村那裡 走 向一條村走 就看到那些村人 村民 就跟村民說 村民說 哎呀你回來呀 他說是呀 見到他這樣 他說我家人怎樣 他說哎呀 他說 昨天大雨呀 下大雨呀 下大雨呀 好大雨呀 你爸爸媽媽的屋子 倒了 倒了 你爸爸媽媽死了 你兩個兄弟都死了 一家四口 就是倒了屋子 就摘死了 那你想想 在這麼短的時候裡面 死了多少個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人 是吧 爸爸媽媽兩個兄弟 兩個兒子 一個老公 七個人 在這麼短的時間 死了七個人 不是人都瘋了 那他就發了瘋 他發了瘋 他發了瘋 就脫了衣服 就走 走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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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經過 去到差不多佛陀的精舍附近 有些人就看到他 立即給他衣服 佛陀見到他 就叫他 佛陀查拉 你過來 他一走到過去 就覺得 原來我沒有穿衣服 那些人 就被一塊布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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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那些人都能救 死亡 到我們死亡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幫得到我們 沒有人可以救我們 沒有人可以保護我們 當我們知道這樣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嚴持戒律 我們要勤修正進 我們要邁向涅槃 所以佛陀查拉聽完佛陀說這句 他自己突然醒悟 醒悟 後來他也出家 他也達到聖果 這兩個故事 這兩個故事實在是提醒我們 生命那種危趣 生命那種危趣 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 沒有命的 沒有人知道的 那不是說 人家多說幾個死字 我一定不會死 我打算不說死字 就不會死 不要提個死字 師父 很不吉祥 你猜不提就不用死嗎 你要多說死字 就會死得快點嗎 當然不是 當你的號碼到時 自然就要走 走的時候走成怎樣 我們走得怎樣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好 不如不要開了 開了 不能說一兩句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人有問題 那我們早點下班 下個禮拜再說第21品 因為我不想開 一開就很難收 因為21品有很多話 有一兩句話 有很多話說 偉歡 等等 可以 我想問一下 有時候 如果我曾經臨到臨中 那個頸 的時候 或者見到別人的時候 我知道他們說 拆樓拆樓 很多的頸都會干擾他 那怎樣可以幫他安心 怎樣可以幫自己安心 佛陀說 彼為死所制 非親族能救 我已經好像恐怖的經驗 是的 我知道 因為你知道 你是做醫院義工 探訪義工 你們都會有很多時候 有一種錯誤的觀念 你好像成為救世主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如果他臨中有很多恐怖 你就看看你認識他多久 譬如你認識他多久 你知道 或者這是朋友 或者是遠房親戚也好 誰都好 或者你知道他有一種宗教思想 有宗教修行 你有宗教信仰 你便提醒他的宗教信仰 譬如我基督教的 跟他讀經 有一個叫做 詩篇 323 基督套女很喜歡讀這篇 林中的時候 詩篇23篇 或者跟他讀主圖文 你不要想著我學佛 我不可以跟他讀聖經 千萬不要這樣的想法 在那個時候 不關你事 是關他事 所以他需要什麼 你就要給什麼去 但是不要硬硬屈他 他明明是基督徒 你就要跟他念阿彌陀佛 你不要這樣 千萬不要 一就是這樣 提醒他自己的宗教情操 希望這個宗教情操 能夠陪伴他 但是如果你說他 是這麼臨終 或者他已經是昏迷的話 你說有就是怎樣 你知道多少 他平時是怎樣的 你就要提醒他回 在一個耳邊提醒 因為耳根就是 他斷了氣之後 耳根還能聽到 所以耳根很重要 就是臨死的 在病床側根 千萬不要在他旁邊 說三說四 吵架 爭家產 指責對方 或者 把陳年舊事拿出來 告訴你真的很淒涼 如果在一個臨終的病人裡面 你拿到陳年舊事出來 就提醒他 你那時候怎樣 多壞 你拿了我的錢 又說出去搞三搞四 我告訴你 過往煙燒雲散 就讓他過 不要在那時候說這些說話 因為為什麼對你對他都不好 對你就是因為 你還未肯原諒他 你自己對他那種憤恨心 執著心還在 對他如果他真的有 有出去搞三搞四 或者都是花天走地 都已經過了 過眼雲已經死近臨頭了 你還要提他這些 他都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他自己 那為什麼要提他這些 唯有怎樣 提他一些正面的事 一些正面的事 他在生的時候 原來他在生雖然說什麼 但他都很捨得 很肯去幫人 或者很守規矩 諸如此類 或者經常都面帶笑容 你提他這些正面的事 讓他知道 我這一生 原來我還有很多好處 我曾經做過很多好事 譬如我們自己面臨生死 那你現在學佛 現在我們學佛 我們就知道 要死亡不用怕 一拆羅間 你想想 我們可以活幾十年 死就是一拆羅 為什麼我們在活幾十年裡 一味擔心一拆羅的事 因為我們無知無明 我們現在實在 我們每一次 譬如你每一次聽經 打坐 實在你是在為將來做準備 你打坐 尤其是你打坐 我們打坐的時候 了知無常 在我們的經驗裡 感覺一下 每個禮拜 每個小時都不同的經驗 我們就知道 變化變化變化 到死亡來 實在都是一個變化 是不是 由這樣活生生 到變成 完了 用完了 這個物體 這個身體 用完了 一種變化 我們能夠接受 世間賣物變化 我們能夠接受 春夏秋冬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接受 這個身體的 沖冬夏秋冬的變化 實在我們就是透過 透過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持戒 我們學法 我們蠶座 我們報師 我們收隱辱 我們收平等審 諸如此類種等等的菠蘿蜜 就是為什麼 為我們鋪緊 當我們面對這個時刻 我們根本不需要害怕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一邊聽就知道 一邊學就知道 很自然的法則 很自然 有生必有死 有來必有去 我們不需要那麼恐懼 我們之前 將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鋪排好了 不要等 死到臨頭 原來屋都還未簽 那些東西都還未搞 那你就真的找來搞 那時候真的找來搞 對吧 所以最好就是鋪排好 無論你有 家前萬貫也好 無論你身無一文也好 全部寫下 現在就好寫了 你說今天沒空 我明天寫了 我們希望沒有那麼快死 希望不是今晚死 明天抹開眼睛就很快 拿筆出來寫了 今天幾多號 十六號七月十六號 我有些家產就怎麼分 最好生錢就分給他們 哎呀頭不知眼不見 留下自己養老就算了 那就不要分給他們 記住 記住 佛陀說 我們賺的錢要分四份 分四份 你聽英文的Dharma sharing 上兩個星期就有說到分四份 分到四份之後 你就安心了 就蓋上去寫明就是怎樣 我死的時候 你就記住 不要跟我插什麼喉 插什麼喉 做什麼DNR Do not resuscitate 心肺復甦 諸如此類那些 還有我死了 你記住 不要跟我鋪排去做大喪禮 我簡簡單的 你給我找個智商就好 怎樣包了它 燒了它就可以了 你說 不是 我要做大喪禮 那你要寫明在哪裡做大喪禮 你要請什麼人來 最好寫好它 實在你知道嗎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多負擔 因為我們的事情 一一都沒有做好 一一沒有鋪排好 當我們鋪排好的時候 就沒有負擔 是少很多負擔的 真的 我曾經有個徒弟 他都說 我可以走了 我隨時都可以走了 他每天都說他可以走了 那時候他癌症 他真的很安心 他又不是很痛 他又很安心 怎知道 他後來已經不能說話了 他還未可以走了 我覺得很奇怪 他實在安排好東西 他的新家園全部安排好 那些屋子全部轉好 連自己的牌位都寫好 就是做好 買了 租都做好 那實在 我便問 那些事情要怎麼做 我教過媳婦 你怎樣怎樣怎樣 你快點 他去告訴寺廟 他現在已經臨終了 隨時隨地 就告訴他 一走就會打電話給他們 就叫他們和他開位 上位 因為他要做這些 那也要做 是不是 我好像不知星期三 或星期四 跟我媳婦說 你快點去搞 這幾天 怎知道 我們連續幾天都有去看他 每天都看他 他差不多斷氣 他又回來 差不多斷氣 他又回來 覺得奇怪 那些師兄弟不停地跟他念佛 是 終於 禮拜二之後 周二 禮拜二之後 然後那位媳婦說 致死了 我還未跟奶奶去做那些排位 等於 當時候 會立即就在寺廟 告訴師父 她現在病得很嚴重 她隨時可以離開 師父 如果到時候她走了 我打電話給你 你會不會馬上位 師父 不如就跟她 無問題 任何回事 因為我沒有記住了 很多年了 那一招做完 那一招他就走了 他就知道了 你別以為一個氛圍的人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那時候實在有神 他們那時候沒有說有神通 他們實在很清醒 為什麼呢 他那時候的神色已經可以隨時走入 但是身體還沒有消耗 所以神色還可以回來了 還在這裏 還沒有完全走 他就知道還沒有跟他搞牌位 他死都不肯走 搞了牌位之後 早上搞了牌位 11時多搞牌位下午2時就走了 我說是嗎 是嗎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這些小事 對一個臨終的病人 我們覺得芝麻綠豆的人 是不是都會跟他上的 為什麼不緊張去通知師傅 有很多事情要搞的 你不要想 那個你覺得不是緊張的事 對他來說可能是很大件事 你覺得芝麻綠豆的事 對他來說是大件事 你覺得大件事的事 他覺得是芝麻綠豆的事 所以我們面對一個臨終病人 千萬不要用我們自己的角度去想去 一定要尊重他們的角度 可惜今年這個pandemic 我本來九月要跟溫哥環的人 開了一個生死教育課程 為期三天 但是因為pandemic 我們就取消了 我們就取消了 取消了 想想可不可以Zoom來做 Zoom來做 不同的 這個真的不做 Zoom來做我覺得不同 一定要親自在那個 在那個環境中營造了一種氣氛 看看有沒有機會 當pandemic過了 就盡快安排做一個 你上過 莫偉歡 你上過三天生死教育課 是的 好的 解釋了 好 我是 好 Flora 我想請問那個大吉祥法會 是由九日至十五日 即六天都做的嗎 六天都做的 但是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就是做夜晚黑的 你看清楚時間表 是夜晚黑的 需要報名的嗎 總之 你Zoom上來 Zoom上來有名 我們就OK了 現在我們也知道 朱楚霞 我們就一定讓你進入 但是大家出來 一二三四五七八 我們就一定不讓他進入 都要出席嗎 你不用 你有空便出席 你有空便出席 OK 大家的常法會很好 很好的 即好像講經 不是禅座 不是 沒有禅座 我們讀經 我們讀法法經 妙法蓮花經 讀完妙法蓮花經 我就會解釋妙法蓮花經 都有講經 專門講妙法蓮花經 那妙法蓮花經 是否在畫面上 可以展示出來 因為我沒有那些寶 沒有那些寶 沒有那些寶 我們可以有個連結 給你上網 下載下來看 好嗎 好嗎 謝謝 不要客氣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心中福田月餅 已經不是溫哥華寶林第一次做 大家都知道 今年應該是第五年 第四年 第四年 好像 去年停了一年 好像是四年 實在這個心中福田月餅 就是香港一個老字號 因為商業問題 所以要叫我 最好不要提名 但是 他的英文字是KW 簡寫是KW 他的月餅 是香港製造 香港出品 完全不是在其他地方製造 所以 因為有些朋友是擔心 不知道是否在其他地方製造 是完全不是 因為這個是香港的老字號 幾十年的老字號 而他用的物料是上品的 那個陳皮 我告訴你 起碼是十五年以上 起碼 起碼是十五年以上的陳皮 如果是吃過的 你們都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支持寶林的 要認購這個月餅 你是不用擔心它的質量 雖然是沒有寫明是KW出來的 但是我告訴你 這麼多年都是由KW做出來給我們的 所以大家不要對這個月餅的質量有所擔心 也不要懷疑它是從其他地方製造出來的 實際上每一次這個心中福田的月餅 在三幾個地方 香港、溫哥華、美國 甚至無國內都差不多可以去到二千多盒的 我賣到二千多盒 但是今年擔心我們未必可以送到國內 所以這些朋友不用擔心 如果是在國內做的話 根本我們會運到香港 不是要運回上去的 所以這個月餅是在香港 它自己的廠房 KW自己的廠房做的 OK 大家唱法會 大家都知道了 8月9日到8月15日 就是我們大家讀《妙法連發經》 第一天就有少許不同 還有最後一天是下午會放三時系列 可以共花、共燈、共食和共災 今年我跟大家說過 共食就是我們將錢 去買一些食品 去給那些需要的人 所以你們今年共食 就不會得到有什麼食品 在大禪堂的一啞一怨 就是大禪堂的一啞一怨 就是屋頂 屋頂 我今天剛才開車經過 在後面看到 在後面都差不多鋪好了 現在可能開始鋪前面 看看明天的天氣如何 這裏差不多有四萬片 四萬片牙 OK 這樣吧 OK 好 內部設施 好 我們回鄉了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我們祝願有更多的人 有機會聽聞佛陀智慧的法語 好好學習 好好實踐 好好將它落實 在日常生活中 改變自己的生命的去向 讓自己從所有的煩惱 情愛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得到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快樂 祝大家安穩安場快樂自在 還有 今個星期六十八號 我們下午四點半 下午下午 我們溫哥華時間 下午四點半 到晚上八點半 有一個半天的禪修班 就是新生可以報名的 全都是說 新九生都可以報名 但今次是專門針對新生 講初學的 講初學的 禪修初學的 所以如果有時間 你們可以上Facebook 或者上寶林的網頁去報名 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寫電郵 就下午五十八點半 那我剛才提到的月餅 因爲香港現在的疫情 它又限制了 所以如果真的 香港是有人要買月餅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去 九七七五五五六九 跟他們詢問 那就可以在電話 跟他們訂 可以不用直接去那些地方買餅卷 因為剛剛疫情 本來我們是香港的新生 找了一個地方讓大家聚在一起坐 因為疫情我們就把這個取消了 香港的新的學員 新舊學員全部都是用zoom來上網 如果你還未報名還可以報名 如果你想參加的就還可以報名 新舊學員也可以報名 是這個星期六下午西岸的時間 下午四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星期日早上的舊學員還繼續有 好了 晚安 Good night Good nigh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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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ma hi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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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